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這是一個增廣矩陣 那他問說,底下的哪一個選項 是這個增廣矩陣經過 矩陣的列運算以後 得到的結果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是不是 這個4跟3都一樣 那代表呢 這個跟這個都一樣 這個跟這個要一樣 這個跟這個要一樣 但這個不一樣 這個的話呢,等於是這裡 你把它乘以2,但是這裡沒有乘以2 你要嘛,這裡要填8 填8的話就可以了 就是說 就是任意行都可以乘一個係數 實際上那個 矩陣的列運算,事實上是什麼呢 像是那個連立方程式 連立方程組 他那個呢 等於是加減消去法 所以這個不對 好,那這個是不是呢 這個你看 這個4一樣 這一列一樣 這相當於 這裡的 這個的話呢 跟這個有沒有等於 我們看看 這個跟這個一樣 那這本來是 3變成5的話 等於什麼呢 等於是你要把這個加2等於乘以2分之1加進來 或者還有一種情況就是說 你把它乘以5倍 所以乘以3分之5倍的話這個是5沒有錯 但是乘以3分之5倍的話這個不應該是2嗎? 所以不是乘以3分之5 而是什麼呢? 而是乘以2分之1加進來 那乘以2分之1加進來這是5沒有錯 那2分之1加進來的話這個就不是這個 應該是3減掉2分之1 所以這個也不是 然後這個的話呢 這個的話這是7 那7的話我們看看 這個的話也不是乘以一個數的 這個一定什麼?一定是乘以多少呢? 因為這個加3嘛 加3的話所以乘以多少? 乘以4分之3加進來 講錯了 要在這裡乘 乘以4分之3 加進來 乘以4分之3加進來 乘以4分之3加進來的話 那這個就是 不對喔 要加4喔 這個3變7的話加4 等於乘以1加進來 乘以1加進來 乘以1加進來是7嘛 然後乘以1加進來的話變2沒有錯 乘以1加進來變3沒有錯 所以這是對的 然後這個的話 對不對喔 這個你看喔 這裡2、3 這3 它是先把它對掉 對掉要這個上去了 然後這個下來 下來的話 應該是1-1 要跟4才對 所以這個就不對了 這個兩個對掉 兩個對掉以後 這個跟這個對掉 這個跟這個對掉 所以這裡應該是4才對 這裡應該是正式才對 所以這也是不對的 所以這一題喔 答案應該要選C